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 包括民运人世卫今生 吴尔开西 王君涛在内的数百名抗议者 前往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前抗议 悼念死难者 诉求中国政府进行体制改革 1989年六四事件中最令人难忘的 就是一位男士当坦克的画面 今年中国网友为了避开中共审查 发挥创意把坦克换成香港大黄鸭 六四当天这张照片在新浪微博上流传 结果6月5号 微博上已经禁止大黄鸭的关键字搜寻 中国大陆四川神雅安大地震后第45天 宝新县雪山村灾民清理废墟时 发现两只幸存至今的猪 成都上报报道 两只猪被困在瓦砾河砖墙的缝隙间 昨天被人发现拖出来时 骨瘦如柴 而且站都站不稳 其中一只猪的鼻子还变平了 推估至少瘦了15公斤 年初以来 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加速升值 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利润微博生产线停工 经销商也因此转行 由外貌老板开始购买美元 希望保值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